这是山姆家的猪肋牌 这个是Costco家的猪肋牌 山姆出来三周以后 Costco马上跟上 所以他们的PK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火热 二少爷爷们家里面的冰箱空了 我们又来了 那国内有这么两家超市 一家是我身后的Costco 另一家是我身后的山姆 什么都不买 逛一逛就要300的入场券 那么今天依旧挑几个竞品 看一看这两家超市哪家会员卡更值得买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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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逛一下山姆 山姆家的猪肋牌 山姆家的牛肉卷45块8 羊枝甘露的蛋糕 我找不到他们家自营的吃泡水 连林卡的都很少 所以我们挑一个这个 山姆消费176元 接着我们课一下Costco 这个是莫斯科牛肉薄饼 这个是摆设的山壳的 网上是79块9 它这边是59块8 这个口感它是波雷种 生的老林的味道 这个是Costco自营的吃泡水 三种味道129块钱35厅 Costco的新品蓝莓奶酪69块9 Costco的猪肋牌2x4 又是8个品 开始测评 Round 1 这个是山姆家的牛肉卷 45块8 4个 折合下来是11块4一个 这个是Costco家的墨西哥牛肉卷饼 是11块9 一个 山姆家里面牛肉 番茄 青椒 再加一些酸黄瓜 Costco里面呢 是采椒 配的洋葱 芝士 然后还有牛肉 我觉得最重要的 它还有一份牛油果酱 这个我感觉是墨西哥红辣椒 然后有一个区别是 山姆可以直接吃的 Costco的是需要微波炉热一下 所以我们先吃一下山姆家的 来一小口 我觉得这个牛肉卷味道很清爽 又很干净 就感觉很健康的感觉 因为它是洋葱配合这个牛肉 而且是冷的吃的 有种让我倒了新疆的感觉 而不是墨西哥的感觉 它跟墨西哥的卷饼 真的没任何关系 但吃还是我觉得挺好吃 可以打个80分 好 我们把tako热了一下 我觉得是精髓 牛肉果酱 然后再配合这个红色的酱 这个我们来一小口 红色的酱是有点辣的 微微的那种 番茄沙沙酱 带一点点辣 然后里面还有浓浓的芝士 那这个口感 层次感比那个牛肉卷要多多了 就这个跟那个墨西哥人 路边卖的那个tako 因为有这个酱 230分的相似程度 抛去这个酱 其实也跟那个tako 没什么关系 因为那个饼皮啊 不是玉米饼皮 但是这两个相比下来 我觉得Costco除了吃起来很麻烦 又要热又要擦酱 其他的口感都是比 山姆药层次感更强一些 投票Costco 3比0 全票Costco获胜 Round 2 这个是粉丝安利的 Costco自家的水果味 气泡水 一箱有三厅 一厅三块七毛钱 山姆家没有自营的气泡水 这个是六块一 一厅 太过产了 我们都是粉色 PK粉色 我懂它了 它上面写着 是无糖无盐无甜味质的 所以它喝的就是苏打水的味道 然后添加了一点点的柚子的香味 整体的口感是非常非常像 巴黎水的一个口感 那它比巴黎水要便宜多了 那清零味道肯定就是巴黎水的味道了 我可以想象得出来 这个柯柯兰自营的 我觉得真的很厉害了 这一款是荔枝味的 我们来尝尝 这一款是有糖有热量的 这款也很好喝 这一款它是带甜味的 就是荔枝中还带一点 用奶油的那种清香 我觉得它的气不是很足 就山姆整一个超市都找不到一款 有对无糖的 有口味的气泡水 那这一轮我给柯柯辣加一分 Round 3 这个是山姆家的羊汁甘露蛋糕 79块9 这个是Cosco家的 新鲜蓝莓乳酪69块9 这两个都是他们家的新品 山姆出来三周以后 Cosco马上跟上 所以他们的PK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火热 我们来一小口 尝一下 第一层是西柚 它给的西柚量是很大的 然后第二层是羊汁甘露风味的一层浓厚的酱 第三层是一层布丁 第四层是一层蛋糕 所以它的口感有四层 它是新的一种排列组合 我觉得还是蛮好吃的 三个人全部都吃完 说明它的确还可以 这个是Cosco家的新鲜蓝莓奶酪 我们尝一下 它这个组合让我进去的第一口 其实70%的味道都被蓝莓给占有了 剩下的才慢慢的能够体会到淡淡的草莓酱 最后奶酪很浅的一层层味道 所以有一种我还不容易买新鲜蓝莓吃的那种感觉 上面的味道太过于重了 我投沙姆 我也投沙姆 我们开始投票吧 沙姆 那目前是Cosco沙姆2比1 Round 4 这个是沙姆家的猪类牌 那这个是Cosco家的猪类牌 它家找不到现成的 是半成品的 是始于1887年 所以我们现在回去给它热一下 Later 这个是81块钱 这个算下来是50块钱一块 好 我们先尝一下这个沙姆的 这款就是传统的美式BBQ酱 腌完之后再烤 烤完之后再刷酱 回味再微微的一点点辣 我觉得已经怀孕度非常非常高 而且猪类牌腌的比较入味 而且是非常嫩的 Cosco的很遗憾 它没有现成好的 两个肉的酱是不一样的 但是从肉本身来说 我觉得山姆的肉奶香味更重一些 这款猪类牌吃起来就不像在吃美式猪类牌 更像吃我们的那种中式紫牌 只不过把这个紫牌做成了一大块 我个人更偏向于那个美式传统BBQ的口感 山姆 山姆 这是山姆赢在了它是现做的 那今天的总比分是2比2 又是2比2 吃完猪类牌再吃一个山椒味的轻轻口 那今天的视频呢还是相当的主观 接受大家任何反驳 不是我要端水啊 才2比2的 那等一下吃只有5个呀 下几期大家还想看什么测评 评论区告诉我们 那记得点下关注回头找到我们下期见 拜拜